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在天津会宪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新加坡国务资政吴座洞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心合作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建设天津生态城是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创举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希望双方加强协作确保项目取得成功 中方愿与新方加强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促进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吴座洞说新方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教育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推动心中友好合作深入发展 会见后温家宝与吴座洞共同出席了天津生态城开工仪式 中心天津生态城选址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严谨坊摊上 面积约30平方公里 同日温家宝总理还出席了空客A320天津总装公司投产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等出席上述活动